来 西索到台前来 这边是西索 这边是袁云达 那么接下来打算演绎什么呀 首先是王妃 然后接下来是梅艳芳 然后再接下来是邓丽君 都是让人怀念而又痴迷的 是要串烧吗 对 袁云达 你准备什么节目 我打算给大伙简单地学几个小人物 然后再唱一段传统平戏 传统平戏是吧 好极了 今天两位算是碰到一起了 来 我们期待一下 开一趟 第一套蛋糕的滋味 离一间玩具带来的安慰 爱要傻傻 爱要傻傻 冰淇淋流泪 第二口蛋糕的滋味 第二口蛋糕的滋味 你耳边玩具带来的安慰 大口蛋糕的滋味 大口蛋糕的滋味 这 老土蛋糕的滋味 再输一回 再输一回 有没有完美 我给大伙模仿几个游戏当中的一些个小人物 大伙都玩过一个游戏 叫过植物大战僵尸 里面有一个温斗射手 大伙看项目像 大伙现在都用手机 手机里面有一个汤姆猫 汤姆猫 你给它捎羊 它就 一同脚 学当中还包括学唱 我给大伙学唱一段传统评 哈利波特 魔法学员 起风阿波 出了个少年叫做 哈利波特 流动捧在眼睛 他把这个扫除作 就在这半圈空 大伙的伏地模仿 哎哎哎哎哎呀 我也辛苦了 现场的掌声说明大伙喜欢你们两个人 没错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何老师 我觉得西子的模仿能力确实很强哈 像一个小精灵一样 我觉得你的感觉真的是很好 但是 但是在今天这一轮的比赛里呢 我觉得你的高音出现了问题哈 有高音延长音不够高 有有要破的这种现象 就都在比赛里面 PK里面是比较忌讳的 那个德恩社这个小伙子 他的高音就没有那种 很撕裂的感觉 就很很有空间感 很舒服 你不会为他担心 内行看门道 功夫还是德恩社的小伙子 更强 好谢谢何老师 谢谢 西先生 今天可能这个小刘同志 可能是准备时间太长了 太疲劳了 听着这个歌是比较累一点 特别高音部分 听着是比较累 注意休息 云达刚才这几个小模仿 非常的有特点 你看观众这个现场反应 看来很时尚 这个年轻朋友这个反应来看 确实你觉得非常像 确实不错 好谢谢石先生 谢谢 那老师 我觉得今天这两位选手 是很难说的 如果从娱乐的角度来说 我一定选择刘希子 但是德恩社非常的聪明 他们用严云达对付你 如果德恩社不用这个 北京小曲碳清水盒 百分之百是你赢 好谢谢那老师 好吧 比赛终归是比赛 我们请三位裁判老师 亮海 恭喜颜云达 获得了一面棋子 我们也祝贺棋子 再见在里面更好的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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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